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去年831的晚上 香港教育大學學生會會長梁耀廷聲稱 只不過是路徑太子站 但遭到警察無理拘捕 為了向警方索償 他早前入稟法院 要求港鐵提供太子站和麗芝各站閉路電視錄影片段作證據 法官今天頒下判詞 下令港鐵需要在7天內向他提供相關片段 其實裏頭牽涉到兩個車站閉路電視片段 太子站是831晚上10時40分至9月1日凌晨1時30分 麗芝各站是9月1日凌晨1時25分至2時 只不過根據法庭的判詞 原來這些閉路電視片段是不能复制 或者向公眾公開的 只能是這位梁會長和他的律師團隊來仔細研究 首先這些片段已經是大半年之前 到底港鐵有沒有妥善來保存呢 根據法院早前的下令 就說港鐵要保存有關的片段 直至法庭另有決定為止 按照港鐵如果有遵守這個決定的話 就應該有這個片段可以拿出來 就不能說是遺失了 不見了 找不回等等的藉口 雖然這些閉路電視片段是不能向公眾播放 但起碼梁會長和他的律師團隊 就可以大開眼界 看看到底831當晚 這些警察在太子站和麗芝閣站分別干犯了什麼惡行 片段固然不能播放 但梁會長看完這些片段以後 一定在腦海當中有所記憶 他就可以徵詢一下法律意見 當這個案件完結以後 他能否以口述的形式 將他裏頭看到的東西 複述一次出來呢? 因為這件事其實牽涉到非常重大的公眾利益 他當然可以問一下律師的意見 港鐵就需要七天之內交出相關的片段 其實很多市民都會質疑 經過了大半年以後 你才交出這些片段 到底這些片段 真真正正是當日錄影的? 或是後來有做到手腳? 當然有人會這樣質疑你 比如說 究竟這些片段是否後來翻拍的? 因為這個太子站 其實在831當晚封閉以後 直到9月2日早上才重開 當中的六十幾個小時 究竟車站裏頭發生了什麼事件? 究竟是不是在搞一些大農諷、大製作 就無人知曉 而且在去年9月至11月 港鐵經常提早收車 變了在晚上的時候 這些車站都變成無人地帶很多小時 足夠做很多功夫 究竟你這些閉路電視片段 是原生那條的母帶? 或是後來有什麼手腳? 這當然需要專家來驗證 第二件事就是 到底你的閉路電視片段 有沒有經過剪輯? 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 你說就提供那個特定時段的片段 給這位的梁會長 但是你到底如何保證得到 這些片段真的是當時的錄影 而不是後來經過剪輯以後 加回樓的時鐘上去? 這些當然需要專家來進一步的核實 接著就說說另一件事 今天中國針對五家美國媒體的駐華分社 採取了一些反制措施 其中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 這三大報的美籍記者需要在十日之內交還記者證 而且今後不得在中國境內 包括港澳特區來採訪 當中牽涉到香港和澳門 這個舉動當然會惹來損害一國兩制的批評 因為新聞自由是受到《基本法》所保障 而且香港擁有出入境的自主權 根據《基本法》第154條 你有什麼理由要求那些三大報的記者 不能夠在香港境內採訪呢? 對於外交部的這個反制措施 特區政府似乎還是無動於衷 連一個說法也說不出來 究竟你是附和外交部的這個反制措施? 還是你是堅持一國兩制? 大陸就還大陸、香港就還香港? 至少都要給市民一個說法 就不能夠現在坐在那裡 又等聖子 《基本法》事實上是保障新聞自由 《基本法》事實上是賦予了香港特區 有出入境自主權 你現在這個時刻不站出來捍衛 你等什麼? 又有這個一國兩制蠶食? 你真的遲早被人制裁? 我告訴你 這個香港外國記者會發了聲明 非常關注中國政府 打算禁止美國的記者在香港採訪 聲明指出 《基本法》是保障香港擁有新聞自由的 而且列明 所有外國來香港工作的簽證 包括記者 都是由香港入境處獨立審批簽法的 如果制度有改變的話 就反映得出一國兩制的原則受到嚴重侵蝕 香港外國記者會 促請特區政府立即作出澄清 和全力保護在香港工作的外國傳媒 承諾繼續向外國傳媒工作者發出入境工作簽證 不會受到中國政府的干預 這個當然特區政府就是要去做 根本上是無關外交和國防的事宜 這些是特區政府的自治範圍 特區政府的這些廢官容官究竟在等什麼? 是不是揣摩正義呢? 一末就想著要怎樣拆鞋 不要得罪大陸的政府 你需要一點點自主意識才可以 是不是? 的那麼多都沒有 經常說捍衛一國兩制 經常說要一國兩制成功落實 一國兩制不能夠成功落實 不單是北京政府造成的 而是特區政府這些廢官容官都有份配合 一隻首長拍不響的 不是有這些人在屢應外俠 有權不用 一國兩制的蠶食速度都沒有那麼快 是不是? 一群人根本在思維掃餐的鬥 幾十萬一個月 你說少少話也可以 說一句人話也可以 是不是? 只是說這個 反制措施不適用於香港 這樣就足夠了 也不敢說 這群人說鬼 你到底是為北京服務 還是為香港人民服務呢? 大家就看得非常清楚 到底這些反制措施是否適用於香港 你怎麼都要有一個說法出來的 事實上 這群外媒工作者 在香港發揮一個極大的作用 比如說在去年的反送中運動裡頭 這樣才算吧 人家日以繼夜地在現場裡進行拍攝的工作 直播的工作 錄影的工作 而且又作出了很多深度的訪問 調查的報導 這些完全是向國際社會 反映香港的真實面 反映香港的警暴的情況 反映香港人如何遭受高壓手段的迫害 當然他們正在發揮一個重大的作用 如果沒有他們 只有本地媒體的話 這個影響力就削弱了很多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說法出來 究竟這個反制措施是否包括 這群香港的外媒工作者 不能夠和熙黎 打算蒙混過關 根據《香港眾志》的說法 原來美國白宮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已經就這件事表態了 他們說到 須知道驅逐美籍的駐港記者 在香港未必會有足夠的法理依據 尤其是當前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在處理外國記者馬海的工作簽證的時候 當時所用的字眼就是 出入境管制是屬於香港特區 在一國兩制之下的自治範圍 香港眾志就說這些根本就是笑話 也證實所謂《基本法》和一國兩制 是一指的空文 現在美國白宮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已經開到聲了 這個委員會其實是直屬於美國總統 因此可以預計 今次的事件 將會影響到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這個年度報告裡的措辭和定調 至於眾志在美國的代表 也會繼續跟進這件事 那就好 這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說明 誰來蠶食一國兩制 誰是侵害人權 誰是拖延香港的民主進度 就是要遭受制裁 所以大家一定要拭目以待這份年度報告 最後就想說說關於路透社的一宗消息 路透社引述外交消息指出 在去年的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 曾經有多達四千名中國武警 參與香港警方的前線工作 去到現場觀察抗爭運動 香港警方曾經帶這些人 去監視抗爭者以及他們的戰術 同時加深對香港局勢的了解 報道亦引述到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說 他留意到有香港警察帶這班武警上前線 似乎是為了擔任觀察的工作 而陶謹申和另一名外交官員都說 沒有跡象顯示這班武警在香港採取執法行動 或者是執行觀察以外的工作 中國國防部在回應路透社查詢時 說武警部隊從來都沒有進駐香港 而香港警務署發言人也否認這班報道 說沒有任何大陸執法部門曾經到訪或進行觀察 這宗消息就算是屬實也好 香港人都相信是並不意外的了 因為實在我們在過去大半年 都聽到有很多無厘頭說普通話的警察出現過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